我知道杀人的并不是云朱 是你 你不该来这里 为了贺莲家 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这些事 被与你无关 你还以为 我只是为了老爷吗 我知道 我欠你太多 只能下辈子来还 所以 你就替我扛下所有罪名 小姐 如果你死了 那我做的任何事情 都没有意义了 这些年 是仇恨 一直支撑我活到现在 如今大仇已报 我却丝毫没有感觉到解脱 报仇这事 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 我们错了 有什么事 你以后无故杀害老爷 还下支火烧贺莲府 小姐你为了保住老爷的灵牌 冲到火里 七年了 你背后的伤疤折磨你整整七年了 究竟是我们错了 还是这世道错了 还是这世道错了 我要说了 吴明 你快走 你快 小姐 对不起 好久不见了 吴明 狄大人 亏你还记得我 云珠在哪儿 怎么 你还想带他去那牢里受苦 我知道杀人的并不是云珠 是你 你用百姜草 伪装成三线金丝相点燃 然后用烧红的空心凿子 给人看了天眼 你用高昌国的邪术 给云珠直辟 是吗 一点没错 老爷寒冤受苦 满门被仇 我受过老爷和小姐的恩惠 为了给老爷报仇 为了保护小姐 我万死不死 报仇 那真的是老师想要的吗 都杀了那么多人了 能抵护你心里的仇恨吗 吴明 你也只是其中一个棋子 你知道这案子 关系到大唐的命运吗 妖后祸乱朝纲 滥杀无辜 这大唐 早就完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